今天离总统大选刚刚好半年 住住姐被换掉的时候离大选多久吗 三个月 所以半年可以换两次 尽管换 侯友宜换掉 然后现在再换一个 如果不满意的话三个月再换 因为有潜力可取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宁可推出一张 打不下去的牌 也不愿意做其他各种的尝试 这就会让人家怀疑 国民党到底是不是在打假球 国民党现在不是有笼包 现在是满脸包 你只能换夫吗 这不是指特定人 就是说这些乱的因素 要把它排除掉 才能够战备整备 而且侯友宜的出现 也被贴上黑箱标签 昔日的最强母鸡 却没在民调上展现母鸡气势 难度悠悠之口 侯友宜先生要去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是他主动出职 他可以向党中央 希望能够重新再办一次初选 如果这样子去面对群众 而他又能够得到支持的话 我觉得现在所有的纷争 就自然去解决了 实际已经过了啦 已经定于一尊了 那现在如果再回头再去弄 国民党会去找习啦 走路群众是侯友宜的强项 走路群众以后 他的魅力就会出来 换不换头意见分歧 侯主两人出面 稳定军心 欧友宜跟党中央口径一致 喊话团结向前 却整合不了各方意见 让换头生不绝于耳 蓝营在内耗下去 赖清德一旁静静地看 坐收羽翁之力 谢谢神子范林神佑 台北报道